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集我们来靠北一下民进党 自从蔡英文再次连任后 台湾政治体制已经开始慢慢变职 总统可以完全不顾人民的健康 不需经过立法程序 就自行决定宣布 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美牛进口 然后很凑巧 一些奇奇怪的事都连续发生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最近发生了哪些事 经过这几年的谨慎的评估 现在我已经责成我们的相关部门 在保障国民健康的前提下 依据科学证据国际标准 订定进口猪肉莱克多巴胺安全的容许值 以及放宽30月0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 蔡英文干得好 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我们美国人是不吃的 但终于可以进口到你们台湾了 你们台湾人真的很笨 我会让你加入BTA 但你休想加入FTA 你们台湾人真的是跟猪一样 难怪你用骗票的方式 也能高票连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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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КА 哈哈哈 民主进行 民进党 完蛋啦 已经没有所谓的党裔 台灣人民的健康 不重要嘛 台灣人民 有超过七成的人反对瘦肉精 难道您有听到民意吗 如果你是要以总统的身份来强压民意 如果一定要逼台湾人民吃美国牛肉 您有问过我们所有台湾人民吗 你总统很清楚 已经为了你总统个人的承诺 要牺牲所有台湾人民的健康 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换条件 所以我想捍卫国人的健康 不能打折后 到时候有民进党的委员 是支持瘦肉精要进到台湾来 我们将把这些资料公布 我们让所有台湾人民共同来唾弃他们 甚至要求这些民进党的委员 即将要面临被罢免的这样的命运 阿姨 这女的是谁呀 长得好靠北 唱歌好像在无子枯木 这歌声怎敢开演唱会 他不是陈时中吗 怎么唱歌跟被鬼打到一样 两个人真恶心 部长好忙 真的真的真的好忙 陈时中忙翻了 他不是忙着去参加 有关你我 健康的美珠公听会 而是忙着 去参加台语歌手 詹雅文的演唱会 还当嘉宾 这就是台湾的卫福部长 美珠要进台湾 珠龙叫苦连天 人民害怕 但他根本不理你呀 我关你公听会呀 我关你座谈会呀 我关你说明会呀 没空 我很忙 因为我要去参加演唱会 因为我要去参加电视专访 我要去说插话 说一些五四三没有意义的话来给你听 这样的部长到底还是不是人 陈时中很靠视 反正我就是这样 你能挠我怎么样 我民调高 我人气高 我很多人支持 民进党也是一样的心态啊 现在有流出一些资料 说八月二十八日 蔡英文内何敢宣布 我要开放美珠进口 原来民进党当选后 就我行我诉 反正你不会来抗议了 反正没有那么多人反对了 反正政府支持度很高了 反正陈时中很红啊 硬搞你就对了 就是根本不把人民看在眼里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召开临时记者会的目的 主要是针对中共解放军 连续这两天进入我西南海空域 演训的骚扰的行为 这些行动已经引起台湾民众的严重反感 也破坏了区域的和平跟稳定 那么我们今天特别透过临时记者会的方式 来说明 外交部我们现在是针对 有关于这个国际的层面 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中华民国政府 我们严厉的谴责 中国的军机连日的挑衅 并且预请国际社会 要正视中国对于区域的威胁 怪了 军事的事怎么会由外交部来开汽扰会 哦江湾小姐 外交部可以代替国防部发言吗 还说要占到一兵一卒 全是前所未见 那下次卫福部教育部 也可以出来开军事记者会了 你称要向国际声讨 应该开国际记者会啊 怎么只对国人开记者会呢 对着国人大剌剌的讲一大队英文 你真的可以入围金马奖了 而且都那么多天了 也没看到哪一个国家回应你啊 你会不会演得太过头了 哎 你真的是把人民当白痴 1450817 你们准备打仗啰 哎哎哎别跑啊 都回来都回来 怎么会都跑光了呢 不是说要打仗吗 怎么大家都跑了 谈劳工年金改革 我之前有制作三十影片 这里就不再多数 台湾就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发生了那么多事 民进党的目的是什么 请你开启您的智慧看清这一切 您还记得2017年军工教年改吗 蔡英文制造劳工与公务人员的对立 骂军工教贪得无厌 骂军工教是米虫 更说军工教都花人民的纳税钱 是拖垮台湾经济的祸根 而军工教年改的条例 更是史无前例 仅在一个晚上完成了二读与三读 更不到一周的时间 用积极粗暴的手段 公布了硕极既往立刻实行的条例 2020年蔡英文如何操弄选举 我想在网络大家都知道 这次总统大选 蔡英文最成功的 就是制造了四代的对立 以817万高票连任 有无作假 网络有很多讯息 请自行Google搜寻 而今天连任后 劳工是我心中最软的一块 变成了笑话一辙 让人民进党又在故技重施 这次用年轻人与劳工的对立 要企图让劳保年金改革顺利通过 今天劳动部长许明春四处放话 所谓的劳保年改内容都是不实 你在翻开所有的媒体 都是教你不要一次领 并且还告诉你一次领的人 现在都后悔了 民进党制造对立一再的说谎 但台湾人民还是一样没有学乖 仍然有人民对民进党无药可救的崇拜自己 劳工朋友还是深信 蔡英文不敢砍劳工 你信吗? 请你看看军工教年改 再想想我们自己吧 最后希望坚持正义的朋友 多多分享自媒体及中天新闻的影片 台湾的地势权仍然是在为民进党服务 以完全丧失监督政府的责任 尤其三例民事最为严重 为了做影片 我会去看看三例民事的新闻 他们很少谈到老保年金改革 更不谈美猪美牛 都在大肆宣传芒果干 连韩市长都被罢免了 还在制造散布假消息 就是因为如此 自媒体报道 真正的消息才显得更为重要 希望大家多多分享 用微博的力量 让真意之声得以宣扬 本视频就到此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请于下方留言给我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Oman 期待下次与您再见